国人到此低头致敬 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笑着从这里面走出来 来成都哪里都可以不去 一定带孩子到川军纪念馆去看一看 川军在抗战时期 350万人出川抗战以后 只归来13万人 这是一个多么痛心的经过 在纪念馆里面有一枚死字旗 没有一个人能够平静的看完 他到底是出自何人之手 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跟木子去了解真相 走吧 川军博物馆呢 他被修成了冰子型 这就是那面死字旗了 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吗 1937年抗战爆发 无数的爱国青年纷纷投笔从容 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很快这种热情呢 就从北平传到了遥远的四川 当年350万人出川抗战之后 只归来13万人 这是一个多么痛心的经过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 虽然说四川没有被侵略 可却有350万人出川抗战 川军参战人数呢之多 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八年抗战 全军将士们北出建门 冬月乌暇 转战七万里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3个省会 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个大型会战 战役首位了全国前线战场的五分之一的国土 在当时川属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壮士出川三百万十世九户无儿郎 抗战期间的四川几乎是家家代孝 户户举伤 在抗日战争时期 全体父老乡亲都喊泪相送 而他们这一去 甚至呢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很多士兵都已经给自己的家人写好了遗言 其中一位父亲在送别自己的儿子时呢 赠送了一面棋 正中一个大大的死字 十分的醒目 死字棋呢 是四川北川县的王者成 送给他的儿子入伍的礼物 一块白布呢 中央呀 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 左侧呢 写着国难当头 日寇争獰 国家兴亡 匹夫有份 本欲服役 耐过年龄 姓无有子 自觉情婴 似其一面 时刻随身 伤识逝血 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 勿往本分 这老父亲当时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给儿子写了这段话呢 这当时王健堂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他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 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出色 多次立下战功 这是有了这些不惧生死的前辈们 才有了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 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们呢 每当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 总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挺身而出 在川军纪念馆 为什么会看到五千个红色的手印呢 这些手印呢 可都是馆长樊建川先生 和工作人员 寻遍全国才找到了当年抗战的老兵 这些呢 都是他们留下的手印 终有一天 曾经的老兵都会过去 但他们留在建川博物馆手印广场上的印记 将会永世流传 在这么多的手印当中呢 有一个叫小林宽城的人 他是一个日本人的手印 大家可能会好奇的问 说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木子查一下资料才知道 他是反战人士 在当时呢 加入了我们的八路军 坚决和日本作战 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长河中呢 有许多杰出的抗日将领 我们这位前辈 曾是日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并为中国最终胜利 踏上了坚实的基础 而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人呢 就是四川王 叫做刘湘 他作为一名抗日将领 刘湘啊 在临终前呢 扔就不忘 抗击日寇 留下了震撼全国的 十八字遗言 刘湘出生于 1888年的七月份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他的爷爷 是一位秀才 父亲呢 是一位商人 到了刘湘这一带呢 正好赶上了科举 被废除 偏偏吧 他喜欢舞蹈弄枪 后来去参了军 奇奇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月 刘湘离开了四川 去了南京 参加了国防部作战会议 在会议上 刘湘坚定的表示 四川愿意为了抗战 无所保留的出人出力 出粮食 号召呢 保护家园 保卫国家 1937年 刘湘带领手下的部队呢 出川去抗日了 其实啊 当时刘湘身体呢 并不好 他手下的将领呢 也规劝他 不必亲自出川作战 派手下人去便可 但刘湘不愿意 而且呢 刘湘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此次出川 将无法活着回来 在带刘手下的士兵 与日寇做了一番斗争之后 到了1937年的 11月23日 刘湘多年的胃病 突然爆发 并且加重 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 虽然说抢救过来了 但身体呢 却大不如从前 他也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 但还是坚持作战 刘湘拖着病区 写下了一封遗书 他希望在他离开以后 自己呢 手底下的将士们 能够在领导之下 继承自己的遗志 继续抗击日寇 只要日寇一天 不退出我国的领土 那么川军就一天不回四川 1938年的1月20日 刘湘带着自己 未能继续抗击日寇的遗憾 因病离世 享年50岁 这个遗嘱呢 震撼了全国 无数的川军部队 每天勉励驯化的时候呢 都会使用遗嘱的内容 当年350万川军 初川抗敌 60多万人到死 都没有回到四川 正是有了这些勇于 为革命流血献身的人 才会有新中国的崛起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请致敬所有在抗日战争中 牺牲的英雄们 勿忘国耻 铭记历史